三天两晚的布里斯班短途旅行 刚刚我都来穿些什么吧 第一套呢 我是为了要去乘坐热气球项目 而准备的一套比较暖和的传达 这次只穿一双Burkenstock 我呢没有忘记戴上我的袜子 这样的话也是为了可以脚步可以保暖 因为毕竟是凌晨我要去做那个热气球项目嘛 然后外面的外套 我选择了一件优衣裤的男款脸帽外套 然后这个颜色是雾买色吧 总之我觉得是整身的一个亮点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All Size的款式 很多人呢对换季穿搭有很多问题 其实对我来说换季穿搭的重点就是在于layering 然后这一身我为了让整身保持一个和谐度 我的内搭是非常的统一的颜色 简单的白色的背心加上这个Linen长裤 颜色都是那种米色白色这样 那加上一点雾霾蓝就好像整身有了一个重点 接下去呢我又配了一个类似于米白色的这样一个小包包啊 第一上那个Air Balloon的时候会比较的轻便 照相机也可以放得下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跟全身的颜色形成一个和谐的同一色 不要忘记涂上一点亮晶晶的唇蜜 那么整身就完成了 我很喜欢这一套 第二套我们从最最最最简单的白色T恤配 EM外色Linen长裤开始 这一套我是想说可以出去逛街随便走动走动这种随便穿 就是一定要很舒服 然后又有一种很Layback的感觉 配饰呢我选择了金色的耳坠 然后金色的项链 我也是想通过这些配饰的叠穿 来使整套呢增加一点可观赏性 增加你的基本款的可观赏性 无非就是通过你配饰的点缀啊 然后你选择的款式的剪裁以及质地 来修饰你整个的身形和气质 除了一些基本款呢 我还额外的戴上了一条长裙 这条长裙来自Tree of Life 但是考虑到我们要出去吃一些晚饭什么的 那比较需要打扮一下的场合可以穿 我特别喜欢这条裙子的花纹 我还考虑到如果当时觉得 就这样穿吊带太暴露的话 我还可以搭配我之前的白色T恤 当打底穿在里面 一样是一套outfit 那最后一套呢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搭配我的泳装look 去海边玩呢我也是用到这个叠穿的法则 脸体泳衣是我的首选 这件是来自于Assembly Label 一个澳洲的品牌 剪裁非常的好看 那下面我配到一条白色的长短裤 来自于Jack & Jake 可以很好的遮盖我粗壮的大腿部位 其实呢也是主要为了遮阳来用的 那这件遮阳长袖衫 我是一直会戴在我的旅行箱里面 非常非常的可靠 穿上它绝对不用担心被烧成 被烧焦 anyway晒红 绝对不用担心 最后呢不要忘记我的scrunchy 现在的长度 头发长度有些尴尬 还是把它扎起来会更加的清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希望大家喜欢观看这一期 拜拜 拜拜